关注我们2017年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去了,在年末的这个阶段大家都会谈前,这不,这两天就有一个戳人内心的问题上了热搜,90后每个月收入多少才算正常。 让人惊讶的是,在回答这个问题的7万多的评论里,有将近三分之一的90后月收入已经过晚。 更惊讶的还在后面,有的90后光存款余额就达到了上百万,20万的都被纳入穷人行列了。 突然想到有人说过,如今早已经不是年纪和收入成正比的年代,比你小的可能比你更有钱。 2015中国女性理财白皮书,显示,16%的90后比68%的80后收入高,16%的90后月收入超过了5000元,而80后里有68%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。 90后已经成为全国重点城市基层白领的主力,其平均月薪为3918元。 上图代表小编的心理阴影面积,当然也不是所有的90后都拿那么高的工资。 最令小编吃惊的是00后都出来和我们抢工资了。 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哦。